郭文贵 曲 李宗盛 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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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 今天我们讲 这个和南管相对的别管 我常常都会说 字学有时候很根本的 就是名义的定位 因为名义不定位 常常就没有基准 一没有基准 你的论述就是飘在空中一样 如酒丘之旁啊 到处乱转 这个是我一再强调的 那像台湾的南北馆 那到底是南北馆 南馆比较容易 我们上个礼拜也说过了 就是它是泉州的南英 那在泉州啊 它就有很多名称 各要知道名称啊 如果在民间啊 那这个常常是 一名同时的现象很多 尤其啊 民间的这个什么啊 常会犯的错误 就是我们所说的 俗文学的这个怎么样 的音译的问题 常会有这个 行音译的问题 那么在自行方面 常会有行进的而变 那在音方面呢 常有音同或者音进的而变 在形体上就常有审文的而变 审文就是简体字 那它一错的话 当然呢 就大家搞不清楚 比如说 像这个高甲戏 福建有一种戏叫高甲戏 也传到台湾来 那高甲戏为什么会叫高甲戏呢 那我们自学的话 就把所有文献上出现的高甲戏的 不同的名称 把它排在一起就好了嘛 排在一起一看就出来了 比如说我排给各位看 啊我的这个运用的方法 比如高甲戏呢 我们最流行的就是高甲戏 那么它有割甲 这个割呢 有胶加九角 还有活摇 不止这些啊 想到的不觉就怎么样 这已经也过多了吧 对不对啊 那到底 你看 看到这个高甲 因为它在高台上 这个什么呢 穿盔甲演出 那这个倒是没有什么能用 九角呢 说它演员 有这个九个 九角 焦家 焦家 所以它的这个音乐呢 有南北音乐焦家 焦合在一起 那果咬你就知道 是一种谐音 对不对 一种谐音 其实呢 它最根本就是歌甲 其实呢 它最根本就是歌甲 就是文戏 那文戏 那文戏 后来就和宋江戏 结合 宋江戏 就各位知道是五戏 对不对啊 我们现在这个黎元戏啊 这种黎元戏 是新型的 它是直歌披甲演出的 是有北语文习的歌甲式 那歌甲的歌 缅南话读成歌 而高低的高呢 也读成歌缅南话 所以 这个干歌的歌一变就变高甲 高了 那缅南话呢 那缅加 读几个吗 高高 是不是很相近啊 入生 甲是入生 那交通的缅 很高低的高 很七八九的九 一个读 高 高 是不是又接近了 那缅和缅 嘎 嘎 又是接近了 那国瑶呢 美南话也是高嘎 所以啊 在民间呢 你看就写了一堆这些名字 你不要说啊 光我们常说的乱谈戏啊 那个乱谈啊 写起来又无又更 道理一样 而南管呢 在泉州啊 它记称南阴 那么阴和阅有没有分别啊 所以又可以延伸 南阅 它因为有弦阅 所以呢 以弦阅为主 以还有管阅 动霄 所以叫管弦阅 管弦 它的戏神 是郎君 木土郎君 所以又叫郎君业 你看名称 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 就因为民间啊 难以统一 你就像我们传统的 别曲杂句啊 别曲杂句 它呢 最起先 是怨本 根源 然后呢 过渡 怨妖 这个我们讲过了 然后民间 可以俗称叫什么 妖魔 妖魔 然后 元代大一统以后 成为元代戏曲的代表 取宋杂句 宋金杂句的杂句 变成杂句 你看 它有十几个名称耶 还有传奇啊 啊 等等不同的名称 如果你不梳理清楚 那么 那 别曲杂句的历史 你就 找不到 我最近呢 正在写一篇文章啊 就是 别曲杂句的分歧的问题 因为这个在学术界啊 一直呢 两期三期 在那边 这个 这个 吵吵闹闹 但是他们的基准都没有找到 也就是说 你要分歧 自己 章岩和这个巨种的原生发展成熟衰落 有没有关系啊 这才是分歧啊 而来讨讨这个问题的人 对他的这些 杂句史的这个原生过度形成 新生衰落 都没有说清楚 没有说清楚 其实他的那个什么呢 你把这些 有关北局杂句的名称一摆出来 它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他不止两期三期啊 而且年代也都可以考出来啊 所以这个 定位的问题很重要 那么北馆 到底什么叫北馆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 他是对南馆来称呼的 那哪一个比较古老啊 南馆 因为南馆就从泉桌的男婴过来 而我们已经定位 南馆在音乐方面 它是宋大曲的异响 在序曲的黎元系方面 它是宋元南系的第一 所以地位很高 那北馆呢 就是和他对南馆来称呼的 可是南馆只有一样很简单的一个音乐 一个戏曲 可是北馆呢 却很复杂 那复杂的缘故 又是从民间 因为民间啊 在福建这个地区的民间的习惯 把凡是全州以北的都叫北 所以从全州以北的 他们全州以南叫夏南 全州以北的都称北 所以传进来的 那传进来的音乐 当然不止一种音乐 而且南方人呢 民间呢 只是凭一种感觉 所以像这个在台湾呢 我想四连你一定清楚 一般人对于这个南馆呢 比较怎么样 细腻的这个旋馆 对不对啊 他叫南的 带着锣鼓 高亢的 白的 就这样子 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我们中国唐江南北的那个 由地气、气候、民情、风俗 产生的文学、音乐的分野 所谓烟造碑歌 对不对啊 烟造是 现在哪里啊 河北一带啊 烟造是碑歌 碑歌就是高亢、凄凉 无龙卵羽 无龙是哪里啊 江这一带 这是江南 它是卵羽 这样延伸出来的概念 在无间的民间 乃至于台湾都是如此 所以 南馆别馆 在民间只是很简单 比较优雅细腻的 叫南的 南的 南的 高亢、碑两的 楼、大楼、大虎 摆 就这样子 啊世上如果拿我们一种自学来看 它很复杂的 首先呢 在别馆里边 台湾的别馆 我们先说音乐 音乐 它有旧路 有旧路当然就是怎么样 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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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叫西路 但是很奇怪 它这里就不动物了 所以民间的东西常常不合不楼梯的 它很随性 哪一個人一說 大家互合他就成立了 像我曾經在元神賽會 服務機的時候 騙騙老百姓 因為他們在那邊說奇怪 媽祖啊 媽祖就是三媽 可是台北有三媽 鹿港也有三媽 笨港也有三媽 三媽那麼多 一樣不一樣 不是說同一個省 可是為什麼笨港來的這個三媽 到台北來 要向台北的三媽說黃姐 變姐妹 那就變成兩個人啊 怎麼搞不清楚 我說 哎呀 這簡單啦 那個媽祖三媽 就像縣長一樣 嘉義縣長保他 台北來 台北也有縣長 就說老哥啊 哎對對對 一說 大家就把我這個收法一傳 其實我是瞎說的 對不對 瞎說的 民間長這樣 好 那這個舊物呢 還有圈葫蘆 可是這個葫蘆呢 要寫成怎麼樣 寫成葫蘆 而這個新路呢 事實上又叫西皮 而它所謂的西皮呢 事實上又什麼 寫成葫蘆 又是包含這個西皮 又是包含這個西皮 它所謂的西皮 事實上又包括這一些的 啊 另外還有一種什麼呢 柚曲 還有噴槍 還有噴槍 大概呢 這個樂曲是這樣 那麼各位像這樣子 它整體就叫什麼呀 別管 就像什麼 我們清代的 清代的這個什麼 最起先的所謂亂談 這個亂談原來的最 最早的意思是山西幫子 山西幫子最起先 我的考察從文獻 最先被稱亂談是上水 是這個什麼啊 山西幫子 那陝西幫子 那為什麼我會被稱亂談 因為它最先入境 入境 北京那時候的主流劇種啊 當然都是怎麼樣 坤曲 坤腔的細琴 是屬於坤腔的細琴 那哪一個文人喜歡什麼 坤腔 然後呢 聽到了 陝西這個幫子 這簡直亂談一起 這亂談一起 我一直教書都是亂談的意思是這麼來 我一個老朋友 這個我很佩服他的 就是上海的徐福尹建議 可是他去世的比較早 他寫了一篇呢 亂談考 兩萬多子 結論和我都一樣 就是亂談一起 我只是望文生意 他找了許多文獻 結論 亂談者亂談情 那和我亂談一起有什麼問題啊 就是談情 意思年間呢 他的那種音樂的味道 不是文人能接受的 所以站在文人的 雅音的立場 昆山羌的雅音立場 他說他是亂談一起的 這個亂談本來當是陝西方子 可是到乾隆以後呢 就把昆山羌叫怎麼樣 叫雅部 而把這個什麼呢 其他地方是叫花部 所以就雅部昆腔 花部亂談 那這時候的亂談就多了 包括 包括 早期的亦陽腔 包括這個京腔 由亦陽腔變過來的京腔 還有秦腔 就幫主腔 還有奧皇 乃至於螺螺腔 乃至於螺螺腔 螺螺腔也加個火之邊的 等等不止這些 所以 花部亂談 這個亂談就是 地方戲曲的 通稱了 各位要知道 一個名字 它的意義會隨著時空轉變 如果各位有興趣 選一篇小姐考 相公考 先生考 你都會發現很有意思 我兒子稍微考過 但還沒把它寫出來 一路下來 你看現在小姐的意義 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變化波端 小姐會被人看不起的 歌技的稱呼 也可以看的是大家歸秀 這個 未出價的大家歸秀 你看這地位差別有多少 那為什麼叫 歌技叫小姐 為什麼 這個 大家歸秀又變小犬 這裡邊當然都有道 先生也一樣 先生也可以做算命的 也可以道士稱先生 那你看現在有人稱稱先生 那多尊敬的意義 都不一樣 那相公你看 要瘋狂拜相 到後來變成什麼同性戀 叫相公 你怎麼 所以一個名詞 各位要知道在我們做中國人 常有這個名詞 那也是這個 當然以後還有 還有兩遍 兩遍、三遍 我們今天就說了 所以像這一些啊 你看 我的考察和我的好朋友呢 李垂觀教授 他是 兩岸研究南北館 極助理的教授 他的意見有一些 不太一樣 那不太一樣 我想是不錯的 因為他從音樂從手 我只是紙上彈兵 紙上彈兵 但紙上彈兵有時候 也有他的長處 比如說這個呢 紙上彈兵 紙上彈兵 到底怎麼樣來的呢 我認為 他應該還要追尋一下 他更早人叫 河洛 用閩南話轉音 給各位看看 河洛 浩洛 浩洛 是不是一音是轉啊 一音是轉 那河洛是哪裡啊 河洛就是中原地區 河洛 現在的開封 還有洛陽 鄭州這一帶 因為有黃河洛水 是不是 河洛 而在這個什麼呢 明代 明代 到 在這個陝西 和甘肅交口的地方 有一個叫 西秦腔 又叫龍東調 龍東 各位叫龍 是什麼的代稱啊 甘肅的代稱 那龍東就是什麼啊 陝西啊 那個就是古代秦國的西邊的 的疆土 所以叫西秦 這個西秦腔也叫龍東調 他呢 就是邦子群的源頭 往陝西來就變成陝西邦子 在 山西邦子 三傘邦子 在南部 河北方子 河南方子 所以西秦腔也曾經傳到 河洛 就是中原地帶 而這個呢 又傳到了江浙一帶 再傳到台灣 大地的路程 這樣子 那在我們台灣就認為 他來住以河洛 河洛 你看我們南人住什麼 湖洛 對不對啊 河洛 河洛 是不是河洛 慢慢轉運過來 因為老 這個老啊 就是 稱呼這個什麼呢 詞維啦 稱呼那個地方的人的意思 所以 你看 現在稱呼老變喝樂 其實我們真正因此 河樂 是這個 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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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南人呢 牽姬來的 因此呢 這個 蝴鹿啊 其實就是 根源是在西秦腔 西秦腔 那麼西秦腔 延伸出來就是幫子腔 像陝西幫子 就叫秦腔 秦腔 那麼秦腔啊 各位知道 腔調 要有載體 這個很複雜 腔調是一個地方的 什麼 共同的語言旋律 就是一個地方的方音 以當地的方言 為載體 所產生的 一個地方性的 共同的語言旋律 叫做 某個地方的腔調 腔調 這個 我給它定位啊 是花很多時間了 那麼這個腔調要呈現出來 它就有載體 載體如果是歌謠 或者小調 或者詩 或者戰 或者曲牌 這載體都不一樣 也就是文學的 這些形式不一樣 各位知道文學形式裡面 有沒有含常文學 對於聲韵的制約呀 聽懂了沒有 這個制約 一真正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腔調的藝術性有沒有高低呀 我一再的比喻 載體就像一把刀的 刀體 我們這一把刀的作用在刃 刃就是要它作用的力度 所以載體的材質不一樣 力度會不會也不一樣 就像腔調的載體不一樣 腔調的藝術性會不會不一樣 你是石頭刀 銅刀 鐵刀 鋼刀 鑽刀 鑽石刀 力度都可以 而這個腔調 載體不同 偏偏這個琴腔就有兩種載體 一種呢叫吸吊 一種呢就收唱的 吸吊是場管劇的 另外一種呢就是 反腔體的 一個曲牌體的 叫做 螺骨雜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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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螺骨雜石是屍體的 這個長短劇呢 它就產生 以這個什麼呢 以敵為詛咒 就產生了吹槍 這個呢 以琴弦業 為詛咒 就產生了琴腔 所以幫子槍呢 是同時有 起牌體 還怎麼樣 幫子槍 各位這一點要留意 幫子槍 不是像在一般人所說的 只有怎麼樣 只有板腔體 事上還是有曲牌體的 因此呢 我們這個 屬於曲牌體的 這個四人啊 就會傳在這個骨腔裡 陷在我們的骨腔裡面 那這個骨腔 不是我們所說的那個 易陽腔那個骨腔 它是比較特殊的 它用這個曲牌體 然後又吸收了什麼 別曲 所以這個什麼呢 別管裡邊的半仙系啊 唱骨腔 四上就唱別曲 唱的是別曲的曲牌 所以它裡面保留了很古老的怎麼樣 西琴腔的那個 曲牌體的那部分 相當孤腔 相當孤腔 又能在明代 這一點是 是我首先提出來 我一個學生啊 叫劉美芝 他呢對於這一方面啊 也非常的 他的書我給他出版 在國家出版社 有關別管音樂的那個 四人 你可以去找一本看 所以他的骨腔是這麼買 那新路 舊路 可見在台灣人 台灣人的心目中 哪一個比較早啊 當然 福祿比較早 這個新路 又叫西路 事實上就是我們現在西匹 這個西匹又包括西匹奧 各位想一想 西匹奧房現在是什麼 有什麼的主腔啊 經濟 經濟 那西匹奧房的經濟的 我們就在台灣北館裡邊 的第二種 主要的腔調 是西匹奧房 他和北京有什麼不一樣啊 你們想一想一下 哪一種古老性比較強 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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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西匹奧房 我們 曾經講過 西匹是 就是 散甘邦子 不會不會在山散邦子 流入到怎麼樣 湖北 湖北 湘洋一帶 成為 湘洋調 因為湘洋的地方是能超過它 可是大家就覺得 這個 這個音樂是從 從 西邊傳過來的 而 湖北人 湘洋人 把那個唱曲 叫 土話叫 民間俗語 那從西方傳來的曲子 就叫 西匹 就這麼簡單 各位要從俗文學去追查 光西匹奧房還寫過的文章 《切車在左邊》 都是萬文生意啊 東阿西城 那二皇呢 那十三山邦子 傳到了 江西的哪裡啊 夷皇 夷南的夷 夷皇 傳到了夷皇 然後又傳到了 叫什麼江浙 那江浙一帶 也傳到北京 在北京還保留夷呢 夷皇 可是這江浙一帶就有什麼 幾種寫法啦 就變成有 夷皇 夷皇 阿皇 阿王 這四種寫法 公信 各位 是不是也是我們說抒聞學的因转而變啊 因為 夷 夷南的夷 yi 和夷Mr的r 夷 依,是不是因相同?接近啊? 宜蘭的以寫什麼? 以,以二二二,以 所以因接近一種 皇王在江浙市不分 那個因不分,地方不分 所以就有兩種不同的寫法 所以二皇就這麼簡單 是以皇,因境而變 不要皇匹皇冠有的沒有 這個什麼呢? 拉弧琴兩個皇 你有沒有吹過兩個皇或者一皇 這些啊 所以有些人那麼主張 就把那個皇改成什麼寫啊? 竹子頭 就越變越讓你搞不清楚了 搞不清楚 我常舉個笑話 台南的滷肉飯是山東南的 對不對? 你們就知道 一變一什麼? 萬文生意 那就可笑的事情都出來了 所以你看 昆江西比奧就這樣見了 還有那個 右鍵 右啊 就是細的意思 我們美南話 右 就右字的右 就是細字的意思 就右鍵 從他的曲來看 好問題 就明清的小調 明清的小曲 傳過來 明清的傳曲 明清傳曲 我那個實文學概論有好 有一張專門講小調 你們120對裡面的明清小調 我整理的中安研究院的十一所裡邊所藏的這個 這個實文學資料裡邊呢 就150幾種這個小調 小曲 那個都保留到中安研究院都有 你的民間傳播力很強 一個月啊 彎彎照九週啊 一考察起來 你們知道 是宋代的呀 是宋代的 但是流傳過程就有變異性 變異性 所以各位啊 治學呢 你光治單一的學院是不夠的 駐中國的學問 你文字生硬精實 沒有底子 你也是這個深入不得的 你像我們學戲曲 如果沒有實文學 沒有民間藝術的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這種 學養基礎 你也會忽略掉好 所以這個 可以互相融通的 所以別館 他對藍館來說啊 是一個怎麼樣呢 一個音樂的 集體性的公司 而這種在 中國歷代啊 太多了 你像這個什麼呢 漢代的腳筆系 從東漢到六 到這個 到六朝的百戲 隨唐的雜戲 唐宋的雜劇 你看這一些 都是包含內容很多的 民間藝術的總稱 腳底戲 百戲 雜戲 雜劇 雜劇 都一樣 包括亂談 也是 各地方 戲曲的總稱 到後來 就變亂談 這一些啊 如果論不清 你就一團戰 所以 別館 各位要知道 是有這麼豐富的內行 在台灣呢 保留北館 在台中啊 我記得有一個 南豚 南豚 這個是李崔寬 去調查發現的 南豚那邊啊 好像也有個 兩百幾十年的 南館 這個北館的 管閣 可是現在這個 沒有活動 可是 在 在那裡啊 在那裡啊 陸港的彰化 黎春元 是哪裡 啊 黎春元是在哪裡 陸港吧 不是 是陸港嘛 陸港的黎春元 有兩百多年 那個管閣本身就兩百多年 所以別館這樣一個 在台灣以前的影響力 尤其在 一般百姓 是別館 一般這個什麼呢 讀書人 就幹什麼 南館 一旦歌曲唱什麼 唱南館 這個 這個是在台灣當年的 這個 社會的 情況 是這樣子 你看看 這一些 南館 北館 就是這麼來 那西匹奧 它呢 在 兵分兩路 廣北的 就進入北京 對不對啊 而且廣北的 它呢 只先在 漢口一帶 西匹奧王 就河流了 就河流 所以叫匹奧王 西匹奧王 河流不像古人說的 是到了 道光以後 不是 乾隆就有 絕對有 而且有 有政治 北京也河流 揚州也河流 所以北京這個道 進去後 匹奧王河流就壯大了 可是到北京 形成匹奧系 它要不要精化 所謂精化 就是 譚辛批 我們說譚辛批呢 它因為它臨界大王的身份 它就保留了 北京的運 而把 把這個 湖北 當作叫湖廣陀 湖廣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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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團陀 這些就是要保留古寡 因西皮的那種語言的特色 前衛 各位知道西皮奧房 為什麼可以合作到現在呢? 因為它的根源都是什麼? 都是當之前衛 可是劉柏結合的地方方言 一個是相依然到一個儀皇 畢竟不同 而襄陽保留是比較高抗民 這個儀皇呢 就比較什麼一點呢? 比較淒涼 這個什麼? 因為比較深厚 所以它互補有無 那他們開始合作也是這樣 本來是這一場上西皮 那一場上唱奧房 不是馬上融合在一起的 好 第二部呢 就這一齣戲裡邊 你唱西皮我唱奧房 就兩個不同的角色 而第三部呢 前面就我在唱 前面我是比較明朗就高抗唱西皮 後來轉入了一種淒涼抒情的味道 轉西皮 這時候才是二下過 所以單腔調劇總 雙腔調劇總 都腔調劇總 像這樣拼湊的 但西皮奧房已經是雙下過 同樣 它終於成為一種雙腔調劇總 以它為主體 但是它的這個 也很多啊 包括 軍事語邊現在有什麼 也有羅羅槍 你們研究音樂的羅羅槍是什麼意思啊 方言的問題啊 都從它的語音方言去追查不上 就是羅羅槍產生於好像北方的山西還是南 東南山西的那個地方 當地的人把小孩都叫羅羅 就是我們北區裡邊的耍孩 耍孩 所以呢 就變羅羅槍 羅羅槍現在京區又變成什麼槍啊 娃娃槍 娃娃槍就清楚 羅羅槍就不清楚 所以各位就可見了 台灣的北區 很複雜 那西皮奧房 南流 到哪裡呢 到湖南 所以鄉區裡邊 也有西皮奧房 幹劇 也有西皮奧房 幹劇 又南流 南流呢 到廣東大西邊 也有西情腔 可是 閩西 在閩西 龍元一帶 這個我去做個調查 就閩西漢劇 閩西漢劇 閩西漢劇的皮房 就保留比較沒有精化的皮房 到龍海 龍海 龍海 是漳州的龍海 龍海 又西皮奧房 也叫北館 因為它是從福建北方的省份傳過來的 可是我們再去 這個福建 張州的這個別館呢 已經 我們去的時候沒有了 後來有一次啊 有一次這個 這個福建師範大學的那個黃耀華辦了一個兩岸的別館學術會議 我也去了 李崔寬也去了 施德義也去了 我們一聽 他那個會安的北館 因為 全州那邊的學者都說 台灣的北館是由他們傳過去的 可是我們聽了 哎呦 你這種北館逼我們 就是不 不過是簡單的西皮奧房 我們的福祿啊 我們的其他人都沒有嘛 好 再追溯考察 它的光緒才有的 這怎麼會是台灣傳過去呢 所以台灣的這個北館 是傳自江南 連亞坦 連雨的台灣公司 說的是對的 傳自江南 由河南 江南 直接傳到台灣 沒有傳到福建的 所以我們才有福祿啊 西皮啊這些 而全州那邊 搞不好是台灣傳過去的 這個 這個我在我的書 地方戲曲 蓋過裡面呢 有很詳細的這個 這個論述 但主要的論述 是我的學生 劉美姿 我把那個 帶回來的資料 說你和台灣人 別管比較 他也比較 老師完全沒關係 我們比較找得太多 這是詩詩 我音樂不懂 他懂 他研究 別管戲啊 和南管戲 南管戲 我們說過 用南管音樂 去演戲的 有妻子班 在台灣 也有什麼 也有高甲式 還有一種叫做白字式 白字式事實上就是 泉桌鄉下的 下籃腔 用泉桌的方言 上個禮拜 我和各位說過 白字 對什麼說的 就是 觀化 正音 所以廣東的白字 和福建的白字 意義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廣東白字 就是廣東話 福建的白字 就是泉南話 這要注意 不要碰到白字 就什麼都一樣 還有呢 這個也有南管 布袋式 南管 傀儡戲 就用 這個音樂 去演戲 同樣的情形 我們這個 北管音樂 在習慣上 它和南管又不太一樣 在習慣上 蓮亞棠的這個 用北管音樂 演出的戲 它就叫亂棠戲 然後這個 這個北管呢 是 主要在音樂 音樂 可是我們現在 一般 稱北管戲 北管音樂 這個呢 恐怕是最 在台灣的鄉土 傳統藝術 就是 早期的時候 民國六 就1970年代 才在民間學者 慢慢給它定位 也把 凡是用北管演出的戲 都叫北管戲 然後那個亂談戲 反而少人說 只有一些 這個 比較老的 像 潘毅嬌 或者是 秋火龍他們 才會說 懶談懶談 懶談 就是懶談 那後來 這個學者呢 因為沒有經過十分研究 他就隨便說 說了以後 大家跟著說 所以 北管戲 事實上是 比較老的 到現在 不夠 四五四 四十幾年 自己 所以 一個比較有什麼 身分地位的人 一說 大家跟著說 我是最不跟著說的人 所以才會 那像我們這樣的 別管戲 這個 詩子月 因為我不懂音樂 我也到過 這個 琉球 琉球 去做文化教育 他們也演出了琉球的 詩弦樂給我們聽 琉球原來的王國 都一定要朝向中國的 可見他們 琉球人到現在還是偏向中國 我的感覺 談話之間 李垂關教授 是 去 做電影 調查過的 他認為 漢文的別管很接近 所以 可寧呢 也是從怎麼樣 從不見地傳過來 各位知道 在明清啊 都會從江浙不見一帶 傳到琉球 叫撤封使 就是要撤封他們 所以這個文化的教育 是中國 化 中國很多 就像日本啊 你怎麼擺 擺脫不了 你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多大 現在這個 南館的資料 和別館的資料 是 有人說整理 但是呢 真是本來研究得非常徹底的 除了我剛才說的 李垂關教授 還有 我那個學生 劉美豬 劉美豬的壽司錄影 還是 李垂關指導的 所以 有關這一方面 各位知名有什麼不懂 對李垂關教授 請教一定 沒問題 有關這兩天所講的 這個 北館 和南館 各位還有沒有問題 複雜的常起什麼樣 民間的靈異的混亂 那個北館管閣啊 也有稱仙的 也有稱仙 稱嚴的 這個我太久沒有去注意 我會搞不懂 你們兩位比較清楚 稱仙的是什麼 中部的 中部的 後來這個什麼呢 符路主要用那個 刻子選 他的樂器 詛咒樂器 那個西比奧房就是 胡琴槍馬 就是 京戲裡面的京虎 就是西比奧房 這兩個在北部 好像是分開的 對不對 可是它中部 它是合在一起的 中部 西比奧房合在一起 同一個管閣 和劉柏 在北方它是 界線很分明的 另外還有這個和那個十三陰啊 可能也有 右曲和十三陰 或者是什麼有關 因為很複雜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 這個是專門去研究它 我剛才給各位說的 就是當年推動啊 我也寫過文章啊 做個調查 這個概略性的 還有因為呢 它傳之於這個什麼 中原 所以它用的畫是什麼樣 官畫 就閩南語畫的官畫 而這個藍管用的是什麼樣 拳音 就拳拙音 就拳槍 用的是拳槍 這不一樣 槍調對我們中國的 從歌謠到說唱到戲曲 是影響很大的 我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像我編的戲 我有時候用拳拳 或者律師的形式 我就標出 昆槍 吟槍 那其他呢 有曲牌 有什麼的 那叫什麼 昆曲 那像北館裡邊 也會產生來有些曲調叫什麼 叫幫子槍 在北館裡邊 幫子槍 它把它當作一個曲牌的音樂 有沒有啊 我雖然不懂音樂 但這個基本上是 這個 這個燕榮是 是很著名的大孤老啊 這個 樂隊指揮啊 沒有 那四年呢 零四年是 我們這個 就浮琴啊 這個 很了不起的琴師啊 他八班 從上個禮拜裡面 就知道他什麼運氣都會 長榮臥比在我們班上 那 像南館有沒有青陽腔 有一個北青陽的曲牌 北青陽 那為什麼在北青陽 青陽腔就是水什麼的滋液啊 你研究南館 青陽腔變過來 青陽腔變過來就是 就是灰植牙 灰植牙 灰植牙再變就是平常 青陽腔就安徽青陽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他要加個北啊 因為南館反而是從怎麼樣 都叫北 因為青陽腔是一陽腔的滋液 一陽腔是高康的 反正高康的 在福建人都認為什麼 霸給人 好 這樣的腔 是用什麼 有什麼特色啊 反正光用腔的 他的載體都可以什麼呢 都要一腔傳子而已 就是把那個腔套在 那個歌詞語言裡面 可是一說曲 它取牌 取牌就有多少粒啊 各位想想 最精緻就是巴黎 對不對 就有制約 那個腔的語言 是歌謠 一套就進去的 所以呢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腔取的 有取力的制約 所以 光說腔的 是把語言 運用那個腔型 那個腔型 把它 這個 傳導出來 所以比較離屬容易 所以一個妻子 調 它這個調呢 事實上 沒到取牌的位置 是妻子 腔 所以廖瓊子從早 唱到晚 唱同一支曲子 他可能就有 唱五十次 可能就有五十種 不同的鋪法 因為他的情緒 精神狀態 那時候他的感染力 都不一樣 所以你們做田野調查的 常常一聽到什麼 聽到什麼就把土下 這土叫什麼 死定 懂不懂嗎 這是田野調查很大的機會 但是搞音樂的 常常就著火入魔 那時候 以前這個北館系 只剩下 台中的新美援 維繫了很多年 後來 台灣族 去世了 就沒了 原來 原來我以為 我請過的宜蘭 有一個叫 視頻 視頻室 我就覺得奇怪 這個視頻室 怎麼和我聽起來 視頻室都差不多 哎呀 原來視頻室在台灣 已經被皮黃化 早就被皮黃化了 茂名鼎替 他們那時候 但是他唱的就是 比較 原始型的戲票 然後 這位團主叫 名字有個英 所以大家都叫他宜蘭英 視頻室 沒想我把他請來演出以後 不久就去世了 後來我到他們家裡去了 說你們這些族主孫生 能不能夠再演一場 他說是可以 但是很麻煩 你看一個劇種 隨著老藝人 凋臉 就沒了 所以我們藝術裡邊 就有非物質 文化遺產 所以這樣的藝術 是存在一個人的能力 這個人死亡了 他這個能力就消失 就消失 我好不容易弄哪一個 傳統藝術中心 當時候我的構想 為國家民主 有多麼遠大 把我的理念就是動態文化 這個動態文化 這個什麼呢 一個動態文化 呈現的一個中心 裡邊所充實的都是動態文化的 活標本 都快要滅絕了 就到五天 所以我設計的有室內劇場 室外劇場 還有辦公廳劇場 還有廣場 廟會劇場 還有醫師的宿舍 醫生的宿舍 包括他們的這個食堂 什麼都有 還有在台灣的手工藝術的製作法 以及土產 台灣的土產 還有民俗小車 乃至於文物館 文物展示館 都有 所以我是一個永久性的動態文化磁瘡 永久性的動態文化磁瘡 規劃這些 把我們的傳統藝術 分作契約 歌謠 說唱 然後 小戲 雜技 大戲 我戲 七大人 為什麼沒有鄉土舞蹈 因為這個舞蹈都含常在雜技和小戲戲曲的 鄉土傳統舞蹈都在裡面 手工藝術就按照它的材質 材質技法分類 譬如說 雕這種藝術就技法 就有什麼雕呢 有鑽 有鑽石雕太貴了 算了 有 金雕、銀雕、銅雕、銅雕、石雕 當然也有玉雕 然後竹雕、瓢雕 豪盲雕、蘇狗雕、冰雕 你看一雕就雕了多少 這幾十種 我們今天分類是七十幾種 如果沒有整個全神走透透 怎麼能夠得到這一些呢 那任何一種戲曲 那布袋戲 台北的北館布袋戲 外疆派布袋戲 就是西匹阿團 還有潮調布袋戲 還有割子調布袋戲 分作不同的 還有現代化的 這個什麼 古周元布袋戲 古周元就是黃海帶改良的 還有他的兒子 電視布袋戲 每一個類型都不一樣 我當初展示 就用宋元的瓦瑟哥蘭的形式 把讀了書的學問 呈現在這個 台灣的社會 所以很大的一個角度 你們知道青年公園吧 整個青年公園 通通是 我們那個 叫民間劇場 這裡 瓦瑟在宋元就是民間劇場 裡面蓋各種不同形式的表演區 就是孤蘭 大戲台 露天半戲台、小戲台 這個什麼高台 廣察 周邊都是手工藝術 到100 最高的時候到100坪圍繞 我們都選擇中秋 中秋的前後五天 五天 每天上午十點 晚上十點 節目 沒停過 節目沒停過 都超過百萬人進出 是當初台灣的最大的一部分活動 到現在大陸也沒有這樣 大陸也沒有過這樣 可是我到了德國教書去 沒人敢做 我回來就講 我這麼晚怎麼不能一天到晚在搞這些 所以我停下來一口氣出了四本書 因為那時候我的朋友老師說 真容易在跑江湖不做學問 我說錯了 我做的學問是從書本 從向一條走出來的另一個學問 所以我一口氣出了三本書 一個就是大家最喜歡我做的 詩歌與戲曲 對不對 還有這個什麼呢 民俗記憶一本書 還有閃文集一本書 還有一個台灣歌子系的發展與變圈 台灣歌子系史的第一本書 這四本書出來的 大家不要 我那個台灣歌子系的發展史 還得了 大家要結出研究家 所以不是說深入民間 做一些大家都想要做圖書館 那些是誰都會的 你要和民間藝人生活在一起 猜拳喝酒 讓他們就覺得爽 你這個人是很 一點都不像教授 感情浪漫 可是現在你們再去看看 那個動態文化之窗的宇南文化傳統藝術中心 就是當初把整個理念永久性的 我叫每一年辦的那個叫做 叫做這種臨時性的 節慶性的動態文化之窗 那邊那個是永久性的博物館式的動態文化之窗 動態 其他的博物館都是文物寫的 我們這個呢 是一種用人的能力展現出來的 手工藝術和表演的藝術 所以現在還具體而為的 就是那一個民俗藝術界 還有人在那邊做給你看 我主張可以賣 因為手工藝術本來就深入深火 要叫大家買的 這不是商業行為 而是一種文化的展業 文化展業 我們在這裏會找來的 就是在這裏會找來的 我們可以賣相照的